下一個電話,Aman哥,是不是Aman哥,不是Aman女來的 文女,你好Aman,你好Aman,你好Aman又是說朋友的事 是,是不是,每個人都說,你是我的朋友 剛才那位一定是說他的朋友,他不可以自己借錢給自己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那件事是我的朋友,那你就一定是說一個女性的朋友,是不是 是,他跟你很朋友的 是,很朋友的 姊妹那些 未發生這件事情之前,都算是 發生了之後,你瘋了嗎 發生了之後,也有談過這個問題,但是大家的答案,走的方向不一致 之後就沒有再討論這個話題 只是沒有討論這個話題,但是沒有說因為這樣而生疏了,沒有朋友做的 有,有,其實有生疏了,但是又不會沒有朋友做的,生疏了 好,說回來什麼事呢,就話說你有一個朋友,這個女性朋友多大 差不多30歲 差不多30歲 那他就跟了一個有虎之夫一起,那這個有虎之夫他在哪裡認識回來的呢 他是在朋友與朋友之間認識的 朋友和朋友認識的 嗯嗯 請問這個有虎之夫,除了有婚姻之外,他有沒有小朋友 有 有小朋友的 有兩個小朋友,似乎現在這個有虎之夫,本身有兩個小朋友 而他本身的太太,就還在懷第三個小朋友 我知道他跟了這個男人一起的時候,其實他第二個小朋友是一歲幾的 就是三年前的事 哦,這麼久了? 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他們糾纏了很久了,好幾年的日子了 是啊,是啊,是啊,當他太太知道,另一方的太太知道 哦,慢著,不要跳得那麼快,跳得那麼快,我們又會跳來跳去,怕故事不夠清晰 不如讓我問一下你,我們先清晰一下畫面 嗯 Friend and Friend 認識這個男人,其實是多少年前的事? 呃,大約,我想,都是四年左右 四年前的事 那是不是一息已經知道對方又有家室,又有小朋友的了? 知道 知道的了,但是就,情不自禁就跟了他了? 是 OK,那是多久,發生了多久,你才知道的呢? 我一直都知道,他有跟我說 哦,即是D1開始已經,那你D1開始有沒有勸他? 不要啦,又有老婆又小朋友,怎麼搞那麼多事呢? 也有的,不過那時候勸的就是很一般的聊天那些 即是未去到嚴肅的話題 只不過我覺得我的朋友可能是玩一下玩一下 又未至於去到他真的很認真的 嗯嗯嗯 所以那個話題都有時在那裡,即是他都會很放膽去跟我討論 嗯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男人? 有 那他是不是那些簡直是大無私樣的那些? 哦,我帶我的兒子出來 不是不是不是,他的樣子不像的 什麼意思啊? 他的樣子是很老實的 他好像是父女嗎? 那個男人啊,他在說的 那個男人 不是,他多老實,他的樣子都可以是兒子的,沒有關係的 你說不是啊,他出來好像他爺爺那樣 這樣就說了 是不是? 你意思很老實,他會出來出來隔到很遠啊 好像保險經紀那樣 隨時拿個包包出來叫你簽名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他,他... 即是你看上去覺得他是踏實型那些 即是他不是花花蜜蜜那些 當然是你來講 我們代表了小卒 他的樣子是不像會有第三者 是的,真的不像他做出來的 你這個答案和我的問題很不同 我問,你的朋友有沒有很大無私樣地帶一條兒子出來 哦,那他就沒有的 他們兩個出街的時候其實都隔少少位去走的 為什麼你會見到這個男人呢? 因為他要給我東西 所以呢,他就有一次就... 哦,就是他打個照面而已 是啊,是啊,是啊 那純粹是一幾秒之間 大家另一面就要馬上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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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接著,事情一直發展 去到有一天 他的這個男事主的太太就發現了這件事了 是啊 是怎麼發現的呢? 檢查電話 是 通常都是這些的 嗯 可以說是唯一渠道 檢查電話就發現這件事 那那個太太採取了什麼行動呢? 好像大約說 叫他 整個老公送給你的 你是要的話 是的,我想問那個採取行動的意思 你知道是不是他直接聯絡你的朋友嗎? 嗯,有 假設你的朋友叫阿娟 他是不是直接聯絡阿娟 有,但是我的朋友說是叫他在WhatsApp裡聊 不直接電話聊 即是他打個電話給阿娟 阿娟老虎 是的 最多在WhatsApp聊 是的 嗯 嗯 他當時 他可以這樣說 我一分鐘爆了 哈哈 你很煩啊 你整天差斷人家 不是啊 我要想個原因 整件事的合理性 咱們WhatsApp聊 我沒有分鐘了 我爆了 哈哈哈哈 嗯 都可以這樣說 但我又不覺得他 有什麼 覺得 李虧的事 我聽下去他又覺得很順 他自己說得很舒服的跟我說 其實是很容易發生這段感情 但又沒有想破壞別人 這個是所有的那些 所有的崗位就是這樣的出發點 但是這個出發點又有些 有些諷刺 是的 是啊 那太太就和阿娟兩個在WhatsApp裡 俗稱叫做講數 正如剛才你這樣說 那太太 就叫你 我整個老公送給你 是不是 是的 然後你的朋友就說 我不是想破壞你 那些 是的 那些 但是他這樣 沒有回應過太太的 那我只要收 但你放心 我不是想破壞你 但是最初那個 我也以為是的 因為最初那個男人是 意思是想和我的朋友斷了 因為他太太發現了我 所以他都和我的朋友 聊過大家是要斷了 這個關係 我最初我也以為是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都是有一齊回 那一齊回 重新一齊回有多久 其實都是可能是半個月至一個月 半個月至一個月 是的 是的 然後就九次回一齊 其實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叫避下風頭 不是兩個就是避下風頭 這個叫做 那不是叫斷了 那些真的叫避風頭 是的 可能是丟下一件事 讓太太舒緩一點 那段時間沒有那麼激動 那段時間應該是 然後又從長計議 看看怎樣可以不再 是的 是的 我覺得有可能 之後就更加小心了 那一刻真的想斷 那一刻就斷不了 但意亂情迷 是的 又很掛致 是的 那一刻是的 因為都很激動 就是太太發現的時候 因為全屋都知道 她太太把事情張揚了 全部親戚都知道 整件事很震撼 本身南方的姐姐 都有WhatsApp給我的朋友 都罵爆她 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說拆散人家庭 那些男方其實是 其實我經常覺得 那些人是純粹發洩自己的 是不是 那些唐邊學 是第一純粹發洩自己的 純粹發洩自己的情緒 還有得到那個 所謂說教的滿足感 對這件事是沒有正面幫助 我經常覺得這些人是這樣的 因為沒有問過你 當事人問你 你就說可以丟她 當事人沒有問你 你無端發洩她 做什麼 然後她們兩個星期之後 透過朋友跟我說 之後又不知怎樣一起回 其實那一刻我也有跟她說 其實算了 不要再這樣下去了 我想兩年半 已經兩年半前 雖然你有勸過她 但是她過去這兩年半 其實都是繼續的 這段關係 是的 而她太太居然在這兩年半 沒有再發覺 她們謹慎了很多 還有很多 例如 例如 星期六日 家庭的日子 那這個男人 本身去太太身邊 是跟她們過去的 星期六日 平時的日子 因為以往 是 未發現之前 就不會 那她就回歸了 可能是星期六日 或者是 風震假期那些 全部都回到那邊 那變相 可能她大大 覺得 信任度高了 然後就沒有再發揮 很奇怪 因為一旦 老婆發現這些事情 她們會有謹慎一段很長的時間 就是 你檢查一次 她就會檢查第二次 是不是 就是 你有案底的 是不是 你當然要看緊一點 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不知道 對面 還是她太太已經去到一個 我事難 就是那些地步 嗯 因為我朋友 有一段時間 突然間很生氣 找我聊天的時候 她就說 原來她發現了 這個男人 跟她 繼續有一起 之外 但是她老婆又有第三個寶寶 所以她覺得她的男人 為了自己的老婆 背叛她 有一點 不是 我不是很明白 這件事 不是 她呢 又明知道她的老婆 她中間分開了 發現了之後 再一起回 其實 那個男人是會說 跟老婆分開 所以她才批評 再跟這個男人一起 還是怎樣 中間的男人 是不是有答應過阿娟 說會不要老婆 是 不要老婆 和兩個小朋友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只不過是答應了她老婆 不要阿娟 哦 即是她從來沒有說過 會拋妻棄子 從來沒有的 從來沒有的 所以我經常跟她溝通 跟她罵她的期間 就是說 別人都從來沒有說 放下那個家庭 但是我之前是心甘情願的 大哥 有老婆有小朋友 怎麼放下 如果她 她和她老婆 又一起住 之前有兩個小朋友 現在有第三個小朋友 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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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阿娟又覺得 你背背我 你不忠 你不忠 除非男人答應過 我會和我老婆分開 然後騙著她 跟著她在一起 她又信過男人 她信是 另一件事 但是 男人都沒有這樣說過 她又好像很合理 所以很合理 很合理 很合理 阿娟是不是不開心 因為這件事 不開心 然後就問那個男人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又要和我一起 但是你老婆 有妥妥第三個 那男人回答她 因為那一陣子 整家都好像是家便 所以我唯有半夜刺 我老婆 不是啊 有什麼好得說 有什麼好自明得說 你放心 我愛你的 我愛你的 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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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又想問一下 你朋友 一直都不應該知道 她的家庭 突然多了一個小朋友 你太太突然懷第三胎 為什麼她會知道 她自己和她 她問阿娟是不是喝酒 因為有一個朋友 在街上見到 她老婆是大了一堂 那也應該很燙 是啊 差不多生了 還騙了很久 而且要知道 也有那種方法 可能社交媒體 不知道怎樣 怎樣查看老婆 他們都應該有方法 但她知道那時候 差不多生了 所以她生氣得很厲害 這個阿娟是扭得很厲害的 那她採取什麼行動呢 我覺得現在是去到 恐怖的一個報復心態 怎樣報復呢 我又要生一個 她拘捕這個男人去外國結婚 蛤